北京时间的昨夜金晨,拜仁慕尼菲在集训的泰根湖与当地球队罗塔赫埃根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最终拜仁以20比2的悬殊比分狂胜对手,莱班多夫斯基,瓦格纳,科迈和弗朗茨克特, 在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穆勒和J罗都上演没开二度的好戏,这场比赛显然是今年夏天热身在中比分最大的一场了,但因为事源于德国的球队,自然让人联想到世界杯,德国队在俄罗斯世界杯一共只进两球,尤其是领导二叔韩国队小组垫底,让全世界球迷都大跌眼镜,霉运似乎也传染,因为德国队的早早出局, 不仅在拜仁踢球的德国队脚没有破门,连来万,J罗也没能取得进球,而世界杯之前,人们队来万,穆勒和J罗都充满期待的,万万没想到这三人在世界杯上全部都是零进球,世界杯真是个偶然性太大的比赛,同样是拜仁,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因为德国夺冠,拜仁球员总共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4球,包括穆勒5球,沙奇里3球,罗本3球,而2018世界杯,拜仁球员居然在世界杯0进球, 好在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友谊赛,拜仁球员总算过足稳进球尹,因为对手太弱,拜仁球员的进球都显得比较轻松,来万包超强扁进球之后,似乎都没什么庆祝动作,回中圈的路上,他都若有所思的笑了,他或许是在想,世界杯进一个球打那巴南亚, 穆勒的进球也飞,常容易,简直就和平时训练时一样,他进球后对队有数大拇指,估计是说这个球传得太漂亮了,可惜世界杯上他就得不到这样的传球,相对来说,这一楼的最后一粒进球有点技术含量,他放开防守后的远射,让球迷依稀看到2014世界杯金靴的一丝霸气,巨王椅,世界杯已经过去了, 这场20-2,也就是一堂训练课,不能太当回事,新赛季的德甲又将封烟再起,相信来万,穆勒,这一楼一定会像上赛季一样光芒四射,对于拜人来说,要洗刷世界杯零进球的耻辱,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欧冠比赛中击败向热刺,巴黎,巴萨,万连这些在世界杯进球多的球队,倘若最后能夺得欧冠军, 那世界杯零进球,就成了冠军路上的励志故事,获授喜元创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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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